大家好 以后面条不要煮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做法 我家一周吃六次都不腻 做法非常简单 营养又美味 首先我们来准备半颗包菜 把中间的硬芯切去不要 然后再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个洋葱改刀切成细丝 洋葱提前放入冰箱冷藏一天 切的时候就不会拉眼睛了 准备一根火腿肠改刀切成滚刀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散 搅拌均匀备用 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一把大蒜 拍碎后切成蒜末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切成姜丝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同学可以加两个干辣椒 另外我们又准备了一点黄豆芽 再加点自己喜欢吃的小青菜 接下来把锅中水烧开 下入面条 面条的数量根据自己家里的人数来决定 然后加入一小勺盐 煮面条的时候往里面加一小勺食盐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更加的筋道 用筷子轻轻的搅动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不容易成坨 水烧开之后加入一碗冷水 然后再次把水烧开就可以了 水开之后关火 然后把面条控水捞出来 放到凉水里面迅速过凉 这里一定要用凉水 这样面条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筋道爽滑 面条过凉之后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加入一勺红烧酱油或者是老抽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可以防止面条粘连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面条就会根根分明 提前加入酱油可以让面条更加上色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另外起一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 炒一下 鸡蛋液定型之后用铲子快速翻炒 最后把鸡蛋炒成像这样的大块 炒熟之后先盛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有条件的再加一勺猪油 加入猪油可以使炒出来的面条吃起来更香 油热之后把准备好的小料倒进来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洋葱倒进来翻炒 炒出香味 然后把包菜丝倒进来 黄豆芽火腿肠也倒进来 再快速翻炒均匀 炒至包菜变软 炒好之后把面条倒进来 然后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鸡精 一点点味精 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生抽调味 一小勺13香或者是胡椒粉 然后用筷子快速搅拌均匀 把所有调料都化开 所有调料炒匀之后 再把鸡蛋块加进来 准备好的小青菜也放进来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再加入少许小磨香油 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哇好香啊 香喷喷的面条就做好了 色香味俱全 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一下 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庭版炒面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是